《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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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這首歌 我一定要做這首歌 因為很久沒收過這麼好聽的歌 估計唱得的人不得多少歌 我相信它是其中一歌 原本的Demo已經很好聽 它的演繹上我知道 要跟以前的漫歌有點不同 這首歌 在演繹方面 我覺得最應該要記住的東西就是 其實這首歌是跟自己聊天 叫自己 是時候要放棄 是時候要走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就是 《來喝空氣味》 《吸一下空氣再莫居》 《吸一下空氣再忘記》 我想飛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熟悉的向往 大家都希望可以自由自在地飛去 上去的地方 但是偏偏未必那麼容易找到 飛得起飛得走的能力 不可以飛 大家都很想這首歌 被人聽到這首歌 是一個深情的真實的演繹 好像真的發生過這件事 其實可能在故事裏面 女主角已經很痛苦了 她都嘗試去看看 原來這個世界租 還有一些美好的事物 空氣都有空氣味 我們可以飛得起飛得走的動力 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就好像空氣一樣 只不過我們都見不到 當然我很希望就是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可以找得到 這首歌我其中覺得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第二次歌 然後就是歌曲不唱的字 其實我也有問過 蘇文為什麼我要有這個歌曲 她說了一個reasonable的原因 在一個 一段這麼苟纏不清 或者這麼掙扎的一個情緒裡面 很多人都會 因此很辛苦 抑壓或者可能就快崩潰 在那個糾纏裡面 去到那個chorus 就痛苦到一個地步 你唱不到 然後最後一個人的感情 直至音樂 一定要用字 去唱歌